性骚扰击垮福湾巧克力,台湾MeToo迟来的正义还是正义 12月09,2020,5年前,屏东福湾巧克力前董事长,涉及性骚扰,女时习生被判6月徒刑 其子亦因上网诽谤被品性恶劣的问题学生表处拘役,此事在D Clark被网友回顾 后,各大合作厂商陆续与福湾停止合作,发生在职场的性贫事件终于获得大家的重视 这个迟来的正义总算给大老板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 网友在D Clark发动抵制福湾巧克力产品福湾巧克力发表道歉声明 或许有人会认为,巧克力合估,福湾公司合估,这些反制运动符合比例原则吗? 若从全世界的MeToo运动来看,被揭发过去黑历史的行为人,往往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看似不公平且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但我们再从性骚扰事件的本质来看 性骚扰蕴含着权力的不对等,敌意,被害人往往无法反抗 每一个被揭发的性骚扰事件背后,就有难以想象的黑鼠,对被害人来说 性骚扰事件更可能因此影响到他,他们的一生,还会对人性产生恐惧与怀疑 其所受的伤害,又岂能简单计算衡量 建构性骚扰舒适圈环境的背后,是不是有太多人选择姑息? 我们谈过几个台湾社会著名的性骚扰例子 一个是学姐黄静盈疑似遭北市府顾问留家人性骚扰事件 另一个是馆长陈志涵表示在自家健身房被一位男客人性骚扰 两者共通点是相关人的处理皆不明快 尽管事件也引起关注,但并没有让社会产生真正的反思 在这次事件后,相信有权有势的加害者,应该会之所警惕或胆战心惊了 这也就是说,这次性骚扰事件给予福湾巧克力的重创 确实是台湾性别平等的里程碑 那些自意或意图下手或洞口的人,往后自己都要三思 这不是花钱就可以轻易抹去的事,更不可能因为时间一久 大家就必然忘了,这次对公司老板的反制 其实也可以与太阳花学运领袖陈维廷发生的性骚扰事件相提并论 2014年,陈维廷宣布参选苗栗县立委 12月24日,陈维廷自爆 2011年曾在客运上性骚扰女乘客 时任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她说年轻人嘛,不要让她的伤痕太深 25日,PTT八卦版有网友揭露陈维廷于2008年高中时期 曾经在捷运上对一名高中女学生习凶 并拿出当年留下的建中学生证为证 一时舆论大华,陈维廷最终退选 网友秀出学生证,引起陈维廷是否曾在高中涉及捷运性骚讨论 图结取自PTT当年,作家陆平,笔名评录 投书表示苹果日报成为停心底的悲惨世界 她以雨果的悲惨世界为例,谈到罪犯上万强与警探沙威的天涯追期 她要社会集体智慧重新思考成为停寻找孤独的出口的背后 用评录的看法,放到这个案例来说 我们是否也可以说,那是五年前的事 为何要五年后的公司员工与股东来承担 甚至还连累协力厂商 如果根据悲惨世界援助 上万强从小父母双亡 养大他的姐姐后来带着七个子女双居 帮忙家继的上万强有一年实在找不到工作 为了七个孩子而偷一个面包 这个没偷成面包的他被判五年劳逸 后来因为屡屡越狱而被增加刑期到十九年 为了七个小孩与没偷成的面包 上万强坐牢长达十九年 我们当然不应该像警探沙威一样天涯追期 但性骚扰的成因与动机都不同 为了生存的上万强与为了个人私欲的性骚扰犯 岂能相提并论 问号 本文不认为福湾巧克力 因为前董事长五年前的性骚扰事件被抵制 是另一件悲惨世界的故事 或许在大家对受害者有了真正支持后 台湾性骚扰防治才会成功吧 在下水道中的上万强和马流斯 会于190